现在我们拿到的是PIS SE Standard PIS呢 以前呢 通常都是电吉他 煤产的这个PIS呢 在早些年也有推出 那么这种量产化 两个型号呢 将成为我们今天评测的对象 那么今天我们拿到两只呢 它的筒形不太一样 这只圆角呢 它的这个定义呢 叫做A 这一只呢 叫做T 那么它们的筒形的区别呢 就在于这个面板的宽度呢 是16英寸 这个的面板的最宽处呢 是15.5英寸 因此呢 这个呢 要更加的大一些 筒形的厚度呢 二者是比较相仿 那么这两个呢 这个型号呢 叫做AX20 这个呢 叫TX20 那么AX20系列呢 它有渐变色和原木色 同时有电箱和原生的选择 那么我们这TX呢 它全部是采用的Cutaway 缺角的设计 它的体型呢 要稍微的小一些 同样也会提供 这两种色系的选择 以及电箱 和原生的选择 介绍一下配置 它的面板呢 采用的是 Solid Sitka Spruce 单板的Sitka云山 Back and Side 它的背侧板呢 采用的是 Mahogany 桃花星木的盒板 琴琴呢 同样采用的是 三拼式的 桃花星木的这个琴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琴 它的上弦枕 Nut和下弦枕 Saturn 都是藏的骨质 它的预效 弦长呢 差不多在 648毫米左右 上弦枕的宽度呢 大概在 43毫米左右 握持感呢 相对来说 是那种 饱满的这种手感 那么 和煤产的PIS 不一样 Sit Standard的系列 采用的PIS 标准的这个琴头 为了适应这种 大箱体的这个吉他呢 它的琴头 会进一步的放大 那么这两只尖角 在你进行调弦的时候呢 会相对来说 有一个东西 会凸在这个地方 那么它的这个 调解杆呢 是从琴头的方向 采用的内影六角扳手 和煤产的规格 也不太一样 那么纸板呢 采用的是 Rosewood 玫瑰姆 同时镶嵌着 PIS 经典的 小鸟的这个记号 琴码呢 同样是 Rosewood 玫瑰姆 整个琴呢 采用的是 亮光的工艺 在整个琴的设计上 和制造上 其实还可以 把它品质 做得更好一些 好了 最后让我们来听一下 PIS的声音吧 它 是不是你喜欢的 大牌的声音呢 大牌的声音呢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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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